碎谷之初 谁传道之 上下未行 何有考之 明朝蒙暗 谁能及之 平易为相 何以实之 明朝蒙暗 明白 这是天文一号的着陆器 搭载祝荣号火星车 准备开启巡游火星之际 网络上突然流传出这样一条消息 即CCTV制作的天文一号 登陆火星动画演示 有剽窃嫌疑 第9至12秒的镜头 是copy了NASA10年前制作的 好奇号CG动画 而着陆后不属仪器的画面 来自NASA凤凰号探测器 这条消息被大啦啦的 发布在了新浪微博之上 这位叫NASA中文同步推的网友 还提供了截图 发布时间刚刚好 就在5月15日天文一号 登陆火星的同一天 之后诸多海外自媒体 纷纷以此为依据 得出中国登陆火星的技术 窃取自美国 甚至此次登陆都是造假的结论 如此严厉的指控 却是我仔细查证了一下 事实上我在当 在夜里面是一天进 定如新 既算点燃 黑红灯净的火星 永远出席 我说 今生的别人 相生的你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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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TV在天文一号 着陆9分钟的关键时刻 依然盗用别人视频的感觉 而且还在与网友互动时 留言称 这不止一次了 而实际上 经过上面的解释 去年那般有问题的老CG 在这次整个央视直播过程中 自始至终也没有出现过 而这篇博文 却成为诸多海外自媒体 拿来抹黑天文一号 着陆成功的一手材料 我无意揣测这名网友的动机和目的 但既然叫做NASA中文同步推 发布的内容 确实需要更为严谨 这也是微博审核员 应该关注的重点 事实上 这周微博在出现一天后 就不见了踪影 但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我这里还留了一份 最后天文一号的着陆成功 上一下百万重金打造的精美CG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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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